正式宣布 大概从7月27号起至8月9号 全国调降为二级警戒 奋斗了两个多月 终于迎来降级的消息 各项措施逐步放宽 但得遵守三大原则 口罩还是得戴 社交距离也要保持 不过人流限制大幅放宽 原本室内五人 室外十人 降级后人数多了十倍 但是场地空间大小 有严格规范 要保持距离 对幼儿园来说不容易 但这一次也有条件开放 只要八成的工作人员 打过疫苗就能营业 至于不习班 因为有固定座位 保持没话做就能正常上课 但没有窗户的空间 维持不开放 要进到里头 也要打过疫苗满14天 或是 各种活动只要遵守规定 像是婚宴共计也是开放举行 旅行团最多50人 文化场馆也有条件开放 观众入场 体育方面除了泳池都开放 甚至肢体碰撞的运动也送绑 篮球场会开放 那只要十年制 那也要戴口罩 文化 休闲 音乐 体育 这都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身心可以更健康 试图放松 但八大场所 像是游艺场 KTV 酒吧等等 可不再开放之列 持续遵守规范 才有机会影响 真正的自由 带行随程